有一些人就說不要再一直提韓國瑜 韓國瑜就讓他休息沈靜一陣子 有時候我們要抓一下癢嘛是不是 因為剛好今天新聞有講到他 我們要聊一下 我不會刻意去聊 對啊先把那些你看現在的焦點 罷免王浩宇跟罷免那個 那個中邪的那個也知道嗎 高雄有一個女生中邪 中邪才會這樣子啊 不然一般人怎麼會這樣子勒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遭到罷免之後 鹹少露面 而國民黨立委許淑華日前上節目 就爆料了韓國瑜最近的最新近況 那麼他現在也陸續規劃公益性質的活動 預計在過完年後 很快這會跟大家亮相 可能會用公益的方式回來啦 喜歡韓國瑜的人都在想說 他什麼時候回來要等待一個人啊 你覺得過年後出來的OK的打1 還是要再等一下子 等整個政府都瘋掉再出來的打2 好我們來票選一下 1就是說年後就用公益的方式出來 因為他現在的消息是這樣講的 不是我講的 因為是許淑華說 他們可能年後會用公益的性質出來 你覺得這時候出來好打1 你覺得還要再等一陣子 再等再等 等到民進黨怎麼都瘋掉了 再出來的打2好不好 韓先生 韓總如果你有看到老大的直播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的小弟小妹 我們這邊的小弟小妹其實很多都支持你的啦好不好 你看一下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們這邊一個簡單的民調啊 對不對 我們民調不會作假 其實我們這邊都是支持你的啦 只是說以我們這些喜歡你的人來看的話 因為你已經 已經許淑華有說是年後用公益性質的嘛 是跟你講打2的人比較多 但有的你會打1啊 說等不及了 因為那些垃圾的政府要不要做垃圾的事情 要為我們萊豬啊什麼的啊 為萊豬要不要又講說 學校不能吃什麼不能吃啊 我們要不要做假動作之類的啊 受不了他們了 又很想 很想見到韓總理之類的啦 那這些就是他們的想法 跟你講基本上打2的人比較多啦 老大自己的想法 我是覺得不要特定說哪個時候出來 但是你一定要等到 冥冤沸騰的時候 再華麗登場 是會四半功倍 你覺得老大講有道理的話 打5好不好 我覺得要冥冤沸騰的時候 你在華麗登場 不管你是要掉威牙 還是要做生象踢 這個時候再出來 會比較好 一定要冥冤沸騰 現在其實冥冤已經在滾小火了啦 滾小火了啦 個人覺得 當然你們這些政治人物 有你們的盤算啊 只是說我是一個直播主 老大是一個庶民的角度去看啊 我是覺得還要再等 不要擠真的不要擠 那些垃圾中的垃圾支持的那些垃圾 會越放越臭 不會越放越香啊 垃圾中的垃圾支持的垃圾 就越放越臭的時候 後面就會冥冤沸騰 明月沸騰的時候 你在華麗登場 跟你講 這個是久別重逢啦 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 有一些人就說 不要再一直提韓國語 韓國語就讓他休息 沉浸一陣子 有時候我們要抓一下癢嘛 是不是 因為剛好今天新聞有講到他啊 我們要聊一下 我不會刻意去聊 對啊 先把那些你看 現在的焦點 罷免王浩宇跟罷免 那個 那個 那個中邪的 那一個也知道嗎 高雄有一個女生中邪 中邪才會這樣子啊 不然一般人怎麼會這樣子呢 是不是 焦點先擺在罷免的這階段嘛 罷免完的時候就開始好玩了嘛 好玩的時候萊豬啊 然後你看嘛 現在美國又把我們台灣的輪胎又課重稅 台灣的輪胎廠又做不下去了 然後開始民怨沸騰嘛 那防疫 防疫當然我老大這個直播主 當然會覺得說防疫要很重要 我怎麼可能會唱衰台灣的防疫 因為防疫是大家都健康了 啊如果防疫因為不小心又不好的話 民怨就會沸騰了嘛 是不是 不管什麼時候 我覺得再等候一下會比較好啦 啊講簡單一點 就是垃圾中的垃圾支持的那些垃圾 垃圾放再久會越放越臭 那到時候我們在華麗登場去處理那些垃圾 代替月亮 懲罰你